日本最近确实不顺利,显示军事上坚连受挫,美国直言取消美韩军演,日本呼吁不要取消直接被拒绝,俄罗斯、韩国同时举行军演威射日本,美俄韩等国最近都不给日本。 日本好脸松开,自然界也不给日本好脸松开,大半发生了大地震,据日本共同社6月18日报道,日本警察厅已确认大半复的地震,造成三人死亡,受伤人数达到240人。 随着救援的展开,伤亡人数还会继续增加,目前知道的就是一名男性,一名九岁女童,和一名八旬男性死亡。 日本虽然具有很大野心,可是既然却遭遇了很多麻烦。 马比亚纳海沟持续发生地震,日本岛滑入海沟的速度加快,军事上遭遇的困境,更是让日本很苦恼。 根据报道,俄罗斯将于6月18日至21日在伊图普鲁岛,日本称赛桌岛举行导弹演习,能够覆盖日本沿海城市的棱包舞会等岸基导弹系统参与实弹射击。 虽然俄罗斯声称这是旅行性演习,但很显然这是对日本的直接政策。 告诉日本不要拿北方四岛说事,日本的监林韩国也开始围绕独岛大作文章,韩国要在独岛设立一支用于守卫的越岭部队,同时在18日至19日,韩国还要出动多种力量,进行大规模独岛演习,很显然这也是针对日本的。 当然日本苦恼的还不仅仅是这些,前不久积极与日本合作的印度,近期也开始返回。 表示不欢迎印度海上自卫队进入印度洋地区,另一个积极与日本合作的国家越南也表示,会谨慎处理与日本的军事合作。 日本独卖新闻评论指出,安倍知识率不断创新低,大地震导致数百人死伤,军事外交频频遭遇挫折,日本经期却是不太顺利。 日本无产经新闻指出,日本战机发生最海事故,美俄同时针对日本,这些显然是日本不愿意看到的现实。 日本朝日新闻网站有文章指出,上天也不报日本,日本真的需要好好反思下自己的发展策略,妥善处理与外界关系,大力扭转当前的不利局面了,责任编辑。